2010年冰種杯團體決賽的決勝局是由黃震廷對謝家俊 兩位同為香港代表隊隊員對於大家的球路已經非常熟悉 所以一開始兩位都打得十分謹慎 開局的初段,謝家俊未能掌握比賽的節奏 不斷被對手長短球的打法導致連連失誤 重拾比賽節奏的謝家俊 嘗試以兩面攻的打法逼對手作出對拉的局面 這局是決勝局的關係,未能放下包袱的黃震廷 面對著對手的快攻,開始出現一些不必叫的失誤 去到比賽的尾段,越戰越勇的謝家俊一點都沒有留守 頻頻用正手殺高球的打法攻擊對手 最終以10比12、4比11、11比8和4比11總局數3比1 為街風一隊奪得這次冰種杯的冠軍 因為大家都在香港隊那裡練,球路比較熟悉 所以其實打出來打比賽其實都很難說 因為球路比較熟悉都很清楚大家 所以一開始上去的時候都會比較謹慎 外援的水平會高一點 大家等於多了一個交流的機會 對我們本地的金球發展是一個好事